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被監察院来纠正 特别是像社会这么关心 会影响到媒体秩序 会影响到言论集中 甚至对台湾整个民主政治的发展 产生影响的 依传媒诟病案 我们没有看到 法令的完备 购买媒体的人 事格性的问题 到今天 在法令的规范上面 我们看不到准则 看不到标准 看不到作业的程序 这样的一个诟病案 民主进步党 强力主张 在法治尚未完备之前 公平会也好 NCC也好 应该先就这个案子 应与先驳回 台湾社会在关注这个案子 学生冒着风雨 在行政院前面的同时 我们政府正如同路人假疑 对这个事情毫无立场 对这个事情毫无表示 所以这个就是民主进步党 关心也重视的部分 所以在明天 立法院的愿会 我们也将对 依传媒的诟病案 再提出这个决议 来表决 我们也呼吁国民党 一起来做一个对台湾社会 对台湾媒体环境 有正面发展的事情 我们更不希望看到明天 国民党再度动员 来封杀民主进步党的这个提案 今天一传媒的这个并购案 疑似有中资 疑似有中国透过商人来并购 台湾过半数的媒体 以这样子的一个媒体的集中的力量 未来会不会是让台湾 从民主自由 从言论自由 沦落到言论集中 言论威权的时代又将在来临 马英九跟中国是在唱双簧 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 学术大佬 云时 都已经出来喊话 甚至强烈的忧心 台湾未来的媒体言论自由的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我们看到马英九总统 还是没有声音 我们认为NCC跟公平会 在所有的法制还没有建构完成之前 如黄电三法 如跨媒体的垄断 媒体的垄断法 还没有通过之前 是不是应该暂缓 我们强烈的要求 应该要暂缓 这样子的一个交易行为 那我们的学者专家 早就指出这样的跨媒体的并购案 将会占据所有的市占率达到一半以上 那我们对于这样的结果 非常的担忧 认为这样的一个强势媒体 跨媒体的垄断 会造成这样的一个言论单一 更容易形成 自助性行销 关说 以及打击一击 这样的一个破坏 媒体应该有的公共监督的环境 对于这样的结果 我们认为对于消费者 对于公民社会的伤害非常大 那我们在这边强调 广电三法 修法还没有通过以前 以及跨媒体垄断法 还没有立法之前 以及没有签署新闻 自主公约之前 都不应该让他通过 这样的一个强势媒体 跨媒体的垄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